生活在都市里的小朋友很少有机会能够玩泥巴 燕筹金山社区就在暑假推出了生活应对活动 希望邀请大小朋友到农村社区里接触大自然 除了可以近距离探索恶地泥火山 还可以动手学盖房子和野炊学煮饭 各种农村生活的样态学习和体验 欢迎您把握机会报名参加 跟着金山里长到社区走读农村生活 这里没有电脑3C的干扰 只有满满的自然野趣 孩子们可以亲手搭建火箭炉 体验野炊主办和大自然对话的乐趣 这样搅到这边把他叠上去好 来 你放这里就叠这样 你觉得这个活动好不好玩 很好玩啊 我在这边学会煮菜 还有盖房子和碗尼巴 亲近大自然认识植物 我觉得很好玩 农村社区还保有用米糠和泥浆 古早味的tokatsu 这是特别邀请专家指导 房谷制作出的土砖 不要小看这其貌不扬灰色的土砖 不但耐用坚固 用它来盖房子 还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对啊 其实小朋友觉得很好玩 那个土怎么可以盖房子 那经过我们的解说 还有准备材料 还有老师的很详细的讲解之后 他们会永远记得说 这个土砖增土砖厨是怎么盖起来的 为了让参加活动的大小朋友 能体验手作文创的乐趣 金山社区这次更研发 泥火山造型的扩香石和碑垫 希望透过年轻朋友的创意 让农村社区活动增添新亮点 这个是我用石膏去 我先用黏土 然后捏成凝火山的样子 然后去做翻模 然后再灌石膏 把它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扩香石 它上面在滴上精油 它就让整个空间做香香的这样子 小朋友在都市住久了之后 来到乡村走一走 看一看那个乡村的世界 可以让家长也放心说 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是可以放心的 交给金山社区的志工们 每年暑假高雄市燕潮金山社区 就会推出丰富多元的夏令营活动 希望让都市里的小朋友 来到农村亲近大自然 这次活动预计在八月初举行 欢迎大小朋友把握机会报名参加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导